这台小白呢为太太设计的 加高了两寸 但这个小 这个叫bug deflector 就是改变这个空气之后呢 气流往上飘 这样虫子呢 你看我们目前为止 好像只有一个小虫子打到上面 当然现在不是虫子最多季节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功能 所以加了这个 包括ring guard 这个也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上下车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 喜欢开一点窗户抽烟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 下雨下雪就不用担心 当然最大功臣呢 是我们这个轮子 咱们KO2的轮子 有雪花标志的 唯一的 应该是唐大叔啊 孤陋寡闻 所以我知道这个 AT tire altern tire里面 可能唯一有雪花标志 就是这个了 Anyways KO2 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 因为它什么也不是说最最好 但是什么都能兼顾 所以这个就比较爽一点 因为出去越野有两种对吧 一种overlanding 像唐大叔今天出来玩这种 到处去 路况怎么样不知道 但我哪都敢去 也不会遇到特别难搞的地方 另外一种越野 人家就是爬石头什么呢 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一般用泥地轮胎 当然它看出来 在这个fender对吧 这个挡泥板 出来一点轮子 原装轮子呢 是进去一点的 所以呢 唐大叔就加了tire spacer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AEV的 蓝色的一点点 能看到一点 侧面看看 这个budget lift也是AEV的 加高了两寸 其他倒没什么大改 但整体造型啊 高度以后还有实用性 一下子升了 提升了一个等级吧 所以呢 这样一个小改装 唐大叔为他在改非常满意 你要说我自己喜欢什么呀 那我下次会专门跟大家讲量 可能两种配置吧 大家好 我是白石门王 唐大叔 有一阵子没见了啊 啊 有一阵子没见了 今天重新做这个视频呢 咱们来就从这个周末吉普探险开始做 现在如果眼尖的朋友呢 可以看到后面这台吉普 那再眼尖一点呢 可能耳尖一点能听到一些海鸥 还有海鸟的叫声 那没错了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现在还在温哥华的 萨巴省 塔巴省 萨巴省 随便它 这个港口 开着咱们的四门吉普 出去 第一出去全家周末旅行 第二的话呢 可以测试一下这个性能 今天没有太挑战的地方 主要是有些山路啊 还有什么的 这就我一直说的青越野的概念 今天主要呢 就是这样一台车应付青越野 我说车人家出去玩 感觉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 当然另外呢 也跟大家再看看这个加拿大美好的风光 说老实话 奶奶某是唐大叔第一次去的 对吧 现在我们在这个萨巴省的港口这里 大家都在排队了 这搞得跟机场一样 还有一个这个指挥台 前面这条大船冒着烟呢 就是应该我们的粉丝会坐的 好一会儿到了奶某某我们再看吧 然后我中间会插一些这个 呃 time lapse那些东西 好久不见了啊 真的挺想大家的啊 刚刚通知准备上船了 那我也就上船了 我们回头再聊 回头再见了 拜拜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啊唐大叔 十二点出门啊 经过了大概坐船两个小时 路上开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来到了这个 这个tofino是吧 tofino 不管它 tofino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停好了车之后呢 到了酒店check in 马上跑出来吃饭 早上到现在还没怎么吃过东西 但是呢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呃这个分数很高的 叫shelter的这间餐厅 它有这个小火炉的barcony 然后直接对着海 啊 还是很爽的 好了好了 先去吃饭 吃好饭之后呢 明天应该是主要去玩的 articum 是 好 好 我 没有 很 可以 好 我 许多 你 我可以看你了 我可以看你了